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两天马云上了中文媒体的头条 原因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 马云被罚款128亿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几乎是处处不慎 先是马尹金服又被叫停上市 后来他投资的湖畔大学也被迫叫停 如今企业又被中共指责垄断市场 遭巨额罚款 为此反间对于马云的各种传闻也是不断发酵 有人说他在一次私人酒会上骂习近平 也有人说他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钱袋子 才成了中共内斗的牺牲品 有人说他是中共搞国进民退的绊脚石 有人说他有政治野心 因此成了中共党魁打击异己的目标 那么马云到底属于哪一种呢 对马云来说被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个人觉得他是好事 等于他是软着陆了 大家知道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党说你有罪你就有罪 没罪也有罪 2021年4月10号 中共市场监管总局指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违反反垄断法 则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 并除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4557亿元的4%的罚款 合计182亿元 这也是防垄断法实施以来最高的罚款金额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称阿里巴巴浪用自己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 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二选一的要求 禁止或限制平台内商家到其他平台开店 增强自身市场力量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 同时也侵犯了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的权益 还有在2021年的4月4号 马云创建专门培演这个商业精英的湖畔大学 已经被停止招收新生 原定今年3月底开学的一年级学生入校注册已经被叫停 新生注册何时恢复呢还不清楚 也就是说中共当局打击马云的行动正从商业领域获展到教育 2020年的11月3日 蚂蚁科技集团上市计划被中共监管当局突然叫停 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的通知中可以看出 叫停的决定跟该公司实际控制人马云与监管机构 在对移动支付业务的监管问题发生的争执有很大的关系 按照原来的计划 蚂蚁科技兼在7月5日在上海证券市场科创板上市交易 蚂蚁科技集团是从阿里巴巴集团分离出来的移动支付业务 据专业机构评估该公司的市值大约为3150亿美元 这个当时报道很多了 咱们就不嫌细的说了 那么很多人都说马云可能卷入了中共内部权斗 那么这个是肯定的了 马云这么庞大的一个集团 他现在设计的业务在中国 他已经设计了教育 还有银行的支付 再有一个就是媒体 那么这个都是中共最担心的 尤其是媒体 中共对中国老百姓的洗脑 那么他用的就是这个媒体 那么马云他买了一个南华早报 还有他在微博里边有股份 那么这样的话中共非常的担心 前段时间有一个报道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就是阿里巴巴集团里边有一个人 好像是一个高管 他呢搞了一个婚外情 大概是这个事情啊 就是这件事情呢被微博给曝光了 在网络上呢就当时就比较火 后来呢这件事情突然的在网络上消失了 那么据说呢是这个中共调查发现了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平行下来呢 是因为马云背后呢 因为他在微博有股份嘛 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了 那么这件事情对中共来说 那等于是触怒了中共了 因为你已经可以控制舆论了 马云呢还可以控制经济 再有他还可以培养人才 那等于中共他非常害怕了 尤其是习近平他是不允许有这个不同的声音存在的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搞这个小组那个小组搞了十几个 他就是为了这个夺权嘛 向这个独裁者走了一步 所以说马云他是踩了中共的红线了 踩了习近平的红线了 所以他这次的软逐路 我说对习近平来说 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习近平到底是怎么危险 据华尔街日报2021年3月17日的报道 中国政府已要求阿里巴巴出售媒体资产 包括出售香港南华早报 还有减持新浪微博等等这些股份 已削弱阿里巴巴对中国舆论的影响力 还有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共长时间调查马云创办的蚂蚁集团股权结构 发现前中共领导人坚德明孙子坚志成 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女婿李伯潭等等的这些红二代 他们都是蚂蚁幕后的秘密投资者 外界揣测了中共处处打压马云 一方面是中共不再相信马云这类红色资本家 另一方面是因为马云被卷入了中共内斗权斗 当然这个是肯定的了 因为马云是坚德明的人 不是习近平的人 刚才咱们提到马云软着陆 对习近平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习近平没有对马云赶尽杀绝 其实对习近平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呢 对马云来说 钱能解决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我先讯马云现在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应该睡得很鲜 因为他躲过了一劫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马云背后的人马是坚德明 坚德明贪的钱多的不得了 如果说放过了马云等于是放过了坚派 但是坚派绝不会放过习近平 等于是放虎归山 目前习近平和坚德明有没有达成什么协议 让习近平三连任 这个呢 我们还不知道 随着以后的报道应该会有消息释放出来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坚派会反击的 如果说妥协 他也是暂时的 因为习近平跟坚派已经妥协过很多次了 但是运气永远不会只站在习近平这边 马云的软着陆对习近平来说是灾难 他又得罪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习近平能得罪的人几乎都得罪了一遍 有时候真的为习近平的智商捉急 一条路走到黑的他 也许这也是他的命吧 现代版的独裁者就是这么炼成的 因为2021年我们已经谈到过了 不是习近平王就是坚德明死 那么习近平现在放过这个马云 但是马云的监派 他绝对不会放过习近平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 用这个潜能解决的问题 对马云对监派都不是问题 所以说这件事情对习近平来说 真的是一个灾难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 麻烦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